周日美国总统川普用波斯文发推文写道 正告伊朗领导人不要杀害抗议者 到目前为止已有数千人被杀死或监禁 全世界都在注视着 更重要的是美国正在注视着你们 立刻恢复互联网连接 让记者自由撰写新闻 停止滥杀伊朗人民 伊朗军方周六承认 其导弹意外击落一架乌克兰克机 导致机上176人全部丧生 此事引发伊朗多地的抗议活动 当天川普也用波斯文对伊朗人民喊话 他的推特中写道 是勇敢并长期受苦的伊朗人民 自从我担任总统以来 我就一直与你们站在一起 我的政府将继续与你们站在一起 我们正在密切关注你们的抗议 你们的勇气鼓舞人心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周六则发布了一段伊朗人抗议的视频 并配文说 伊朗人民的声音很明确 他们受够了该政权的谎言腐败无能 和哈梅内伊窃国政权下的 伊朗革命卫队的残暴 我们与伊朗人民站在一起 他们应该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新唐人记者王于赫综合报道 王于赫综合报道